有詐騙集團透過社群軟體吸收被害人 並且利用樁腳分享獲利經驗 還透過工藝獎堂 抽中股票以及匯款指導等等 低成本高獲利的話術 吸引被害人投資 至少有264名被害人 不法進而高達5億6千多萬 大批警力賀江時代來到巷弄 一處民宅進行攻堅 進到屋內後格局相當複雜 透過鐵皮加蓋的方式 隔成好幾個房間 遠景持鐵錘破門進入 詐騙集團成員睡夢中驚醒 根本來不及逃 台中市刑警大隊真四隊 日前互報一個假投資詐騙的轉帳水房 歷經兩次行動搜索 查獲以無姓主嫌為首的20名犯罪集團 警方發現詐騙集團先透過通訊軟體 尋找被害人 然後再利用暗藏的樁腳分享獲利經驗 並運用公益獎堂 抽中股票 匯款指導等話術 吸引被害人投資 警方透過被害人的匯款金流層層追查 掌握在宜蘭縣蘇澳鎮的轉帳水房據點 一舉查獲該詐騙集團 目前清查本案已有高達264位被害人 起前經年有高達薪財幣5億6千多萬 日前新北地檢署檢察官已經起訴 包含主嫌和9名同伙遭到羈押 警方也再次提醒 民眾不要下載來路不明的軟體或應用程式 相關投資行為都必須再三查證 避免落入詐騙全套 街上王山眷台中報導 14號晚間高雄市鳳山區遠景在巡邏的時候 發現兩名外籍移工省色異常 準備上前盤查他們卻拔腿就跑 其中一個人當場被壓制 另外一人則跟警方追逐了150公尺之後 遭到圍捕 經過查證兩人為失聯移工 後續也將移交移民署高雄專請隊收容 不要跑 白色上衣男子看見警察拔腿就跑 而警方也在後頭一路狂追 就這樣追逐過了好幾個路口 男子甚至跑到重重疊了一跤 還爬起來繼續跑 這起事件發生在14號晚間 高雄鳳山分局新甲派出所遠景 巡邏到大明路時發現兩名外籍移工 神色異常 原本想上前盤查 沒想到兩名男子拔腿就跑 警方先是將30歲軟性男子當場壓制 接著追逐另一名36歲離性男子 追了大約150公尺 到了新樂街後才終於將他圍捕 兩人確實均為失聯移工 警方向其宣讀權利後逮捕 訓後依違反入出國籍移民法移送 警察兩人確實都是失聯移工 警方表示兩人都被依違反入出國籍移民法移交 移民署高雄專情對收容 借高雄綜合報導 高雄金傳槍響 早上7點多在子關區的某間公廟 傳出有民眾受到槍傷 警方獲報道場發現地上遺留了10顆蛋殼 根據了解受傷的是廟公 目前送醫救治中 鄉隙情形還有待釐清 而另外在台南14號晚間 有公廟繞進結束的時候 其中兩名叫班人員疑似早有嫌隙 爆發衝突 場面相當火爆 大街上有一片混亂 直見民眾互相推擠 不時傳出叫罵聲響 場面火爆 雙方誰也不讓誰 就怕衝突越演越烈 遠景趕緊上前 將人拉開 雙方情緒一觸即發 事發在14號晚上10點多 台南中西區某間公廟才剛結束繞進 其中兩名叫班人員疑似先前 早有嫌隙 這才爆發口角後演變成激烈衝突 在遠景的壓制下 好在沒意外發生 在場遠景立即上前 致死約束及區隔 另外在高雄則經傳槍響 這邊有台BMW過去了 白色轎車轉彎後進到廟宇 似乎連開多槍 隨後黑色箱行車也離開現場 兩台車一前以後 疑似同為犯案車輛 回到現場 馬路上還遺留蛋殼 警方一一搜證 上面有一個蛋殼 一旁距離兩三百公尺遠的民宅 也遭波及 玻璃破了一個大洞 槍聲大作嚇壞民眾 緊緊的 還給這裡看 看一千塊鏘啊 我去廟一直掃啊 開人幾千 人類啊 回廠事發當下還心有餘悸 事發在15號一大早 高雄子關區募集民眾指出 有年輕人開著車到宮廟 直接開了好幾槍 58歲的蕭信廟宮 左手臂及腹部都有槍傷 警方在現場更找到10顆蛋殼 也掌握相關左岸車輛 目前警方正鎖定兩部車輛在追查當中 目前了解大概三四位嫌犯 究竟為何連開竖槍 背後動機還有待釐清 指示槍聲連連附近居民難免黃控 記者台南高雄綜合報導 來自台南的42名登山客 前往苗栗縣攀登仙山 與神桌山縱走 途中有8名隊員被封遮 索性都意識清楚沒有生命危險 最後有5名傷者送醫 他們向救護人員表示 虎頭風是從地上冒出來的 研判攻擊登山客的是中華大虎頭風 目前消防局已經封閉了登山步道 等摘除蜂窩之後會再開放 被封遮的登山客走上救護車 救護人員拿剪刀把他衣服剪開 簡單的治療 其他登山客也過來關心傷事 他們一共有8個人被封遮傷 還好都意識清楚沒有生命危險 最後有5名傷者送醫 他們向救護人員表示 虎頭風是從地上冒出來的 地上就是有絲木 它從那邊爬出來 這一隻跟頭 來自台南的登山團共有42名團員 14日前往苗栗縣 施台鄉的仙山和三彎鄉的神桌山縱走 途中有8名隊員被封遮 研判攻擊登山客的是中華大虎頭風 消防局已經封閉登山步道 摘除蜂窩後才會開放 神仙縱走是苗栗相當熱門的登山步道 這條山近數年前也發生一群登山客 遭風遮傷的意外 苗栗縣消防局表示 若在山區看到一兩隻虎頭風 最好立刻迴避 不要拍打 驚擾 遇到蜂群攻擊要保護頭部 盡快離開現場下山就醫 記者張心潔苗栗報道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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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